巧说本草 自苏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俗话说得好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长辈们总是说 他们吃过的盐 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 我想说 吃盐多对身体 可没有好处哦 其实 他们只是想用 自己的宝贵经验 帮助我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少走弯路 今天 我们要说的这位中草药 就跟几个 懵懂无知的少年有关 他们就是 没听老人言 结果 吃了不少苦头 话说九九重阳节 华佗带着徒弟去逛街 走到一家餐馆 十分热闹 走近一瞧 几个青年 居然在比赛 谁吃的螃蟹多 重阳节吃蟹 本是乐事 可是作为名医的 华佗知道 蟹吃多了 会闹肚子 对身体病不好 于是上前劝说 告诉他们 螃蟹不宜多吃 不然会生病 可是这几个青年 哪里听得进去 他们觉得 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 大概是嘴馋了 也想吃 于是深深深地 比赢了华佗一番 华佗是又气又叹 心知自己是无法再说服这几个青年 于是干脆坐下先饮自己的酒 静观其变 然而 才过一个时辰 几个小青年就开始扛不住了 他们纷纷分倒在地 大喊肚子痛 这时候 坐在一边的华佗 亮出了自己的神医牌照 几个青年 连忙哀求华佗救命 华佗在治病前 要求他们 先应允一件事情 那就是 以后要尊重长辈 听从长辈的劝告 再也不许胡闹 几个小青年当即表示 以后一定听话 再也不敢胡闹了 于是 华佗让徒弟去路边的洼地里 摘了几株紫色叶子的植物 让人煎了汤 给几个人服下 不一会儿他们就缓过来了 化身衣教育年轻人的方法 值得借鉴 然而同样值得记住的 是它用来治病的纳株紫草 该草性温 对鱼蟹等性凉的水产品 有解毒之效 并用于感冒 发热恶寒 头痛鼻塞 咳嗽或胸闷不舒折 此外 也可用于脾胃气质 胸闷 呕吐之症 因为吃下去 肚子会舒服 华佗以它命名为紫苏 可不知怎的 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紫苏 大概是阴尽怒混了吧 所以说 听人劝 吃饱饭 广大青少年们 可不能再把长辈们的劝告 当成耳旁风了 毕竟 他们有宝贵的人生经历 和处事经验 要多向他们虚心请教 对你只有好处 况且 尊老爱幼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启赏